那我們現在進入的這個園區是在大概兩年前的1月29號開幕 那我們可以看一下我們這裡佔地總共有5.8公頃 裡面大概有80種的植物 非常適合全家大小來這邊遊玩 那當初在還沒開放之前這個園區本來就是種植很多植物嗎? 對這裡種了我們在十幾年前就在這裡種很多的城鄉 那我們決定就是將城鄉運用在我們的生活上這邊 我們可以看到園區外圍高高的這個部分它都是城鄉 它都是城鄉 好那我們會帶大家去體驗一下 那我們待會裡面有一個主館 也是我們衛道森林館本館 那我們會帶大家先在外面稍作參觀一下 所以我們現在走的就是一般遊客的動線就對了 對我們會有一個簡單的導覽 那我們如果它時間趕快直接進入主館裡面 現在我們可以看到的這個地方 這個橘色的就是我們的自鄉所 就是我們自鄉所 我們城鄉其實大家都會想像到做鄉 那其實做鄉是一個比較基本的一個東西 那我們其實也結合在生活上 一般來說講到城鄉都會想到鄉 那其實城鄉能做的其實不只是鄉 它運用在生活上也是非常好的 那我們這邊的日式庭文其實很漂亮 非常非常的漂亮 待會會帶大家繞一下這樣 哼哼哼 這一邊來講外圍高高的它就都是城鄉了 那上面我們的其他的植物上 它有一個QR Code 我們如果有不清楚的地方也可以掃描QR Code 就可以告訴它那是什麼樣的植物這樣 就是看到有喜歡的你就可以掃一下 就認識一下植物就對了 是而且有一些小動物有綠頭鴨啦 有一些雞鴨 鵝 鵝 鵝 都有 對 因為在台灣 大家不看好的原因是什麼 呃 它會覺得時間太短 太衝觸就對了 你有預約導覽或是團體課的話 就是走這樣的一個路線就對了 團體課的部分 這個部分可能沒有辦法到那麼詳盡 因為有時候 對 看時間 要看它的時段性 對 像我們現在來講 是可以帶大家體驗一下這樣 對 這邊的湖 這邊的水池 它都是一個生態池 它底下是沒有水泥的 對對對 它是活水 對 那待會我們會帶大家看一下 那城鄉的部分 那這邊有小石頭 有石頭路 我們要小心 所以我們講的這個味道森林館 跟我們所謂的這種方香療法 是不是有稍微相同的一個地方 呃 是 我們是有一個比較自然的香氣這樣 都是天然的味道這樣 對 因為現在台灣其實 吃喝用的東西幾乎都是化學 對 那我們是假把提供健康的東西 讓大家可以選擇可以使用這樣 那其實一般來說野生的城鄉 它要結鄉 可能要經過兩三百年的時間 它結鄉才會有價值性 如果沒有結鄉 它就是一般的樹 就是一般的樹 那結鄉後它的價值性就很高 那我們剛剛提到野生的城鄉 它結鄉兩三百年的時間 也就是說它非常不容易 非常非常的難 那其實我們就有研究出了一種 呃 天然的酵素活化液 在我們城鄉種植六年後 它的直徑大概是10到15公分左右 我們就開始造鄉 就可以植入活化液 再經過18個月的時間 它就可以結鄉了 就縮短兩三百年的一個時間 對對對 我們就可以不用那麼久 等待那麼久的時間 因為城鄉它是很好的一個東西 我們看一下 我看一下這邊有沒有 所以我們現在後面看到的就是城鄉 這邊全部都是城鄉 那一般野生城鄉受傷其實沒那麼容易 可能要被雷劈到或者是蟲咬 但是要有傷口就對了 對對對要有外力來的受傷讓它結鄉 但是不太容易 所以說它的時間要拉得很長 那現在其實台灣來說 城鄉幾乎是絕跡 那我們是富裕城鄉它 我們十幾年的時間都一直在富裕城鄉 對 這邊像這一片全部都是城鄉 而且我們的城鄉的種植期間都是無毒無農藥 都是自然農法 自然農法 在前方那邊有兩個水池 都是乾淨的水下來做灌溉這樣子 對 我們的細節上都做得非常的不錯 就水如果有污染的話 它這個灌溉的話 它也會受污染就對了 對 城鄉其實它需要乾淨的水 也需要細心的照顧 它不能太多也不能太少 其實是有點費時費工的一個植物 所以後面看到整片就是城鄉林就對了 對對 我們其實不只這邊 這裡是一個部分 在台灣我們有四個基地這樣 這裡是小部分 然後結合一個農場這樣子 對 那像我們前方這一邊 這個就是餐廳 對 還蠻適合親子一起來這樣 像這就有QR Code了 這裡有小雞 自然生態 這全家大小來都還不錯 所以城鄉它是指 它是一個特定的一個樹種嗎 對 它有特定的樹種才會結箱 結箱的就像我們人的傷口會結痂是一樣的 對 不過以一般的城鄉來說 它結箱真的蠻難的 所以它的消耗會非常的快 採收採收就沒了 就沒了 所以說現在的城鄉其實比黃金鑽石都貴 而且是貴非常的多 就是要結箱之後才能夠挖出來就對 一般來說要結箱可能也沒那麼容易 也沒那麼容易 對 所以這樣講是野生的城鄉就很貴就對 很貴 它現在一公克最頂級的 一公克要超過一萬塊美金 一萬塊的美金 但是我們思考一下 並沒有那麼多野生的東西可以採收了 所以我們研究出來就是可以運用在生活上 一些生活用品的話就可以怎麼講 永續的經營 永續的利用這樣子 那當初這個創辦人他們是怎麼樣 他的父親是做木雕 然後開始跟城鄉結緣是不是 他父親本身是木雕師父 所以他們從小其實對樹有 就摸很多樹 對樹有一定的了解 那其實像怎麼說 在幾年前我們老董事長不幸離愛 離開人間 那他的小孩子就很痛心 我們老闆很痛心 為什麼在台灣都要用 吃喝用都是化學的 所以我們就是提供 就去研究健康的東西 用在我們的生活上 那待會我們會帶大家進入館內 好那逛完外面之後 我們開始就進入這個 等於是主題館對不對 是 我們現在就要進入的是 我們的味道森林館本館 大家也可以深呼吸聞一下 這味道很不一樣 確實不一樣 是天然的味道 那其實像這邊都有在介紹 我們城鄉的一些 一些種植過程 像把種子撒下去之後 它會生長成苗種 就是我們剛剛提到的 在這是一個示意圖 在我們城鄉種植六年後 就可以植入我們的酵素活化液 酵素活化液 它就可以結香 這邊這個是味結香的狀況 那這是野生城鄉 這是味結香的狀況 那植入活化液之後 經過三個月之後 它顏色開始變深了 顏色開始變深了 六個月到十八個月 這個就完全結香 這可以定質定量的使用它 所以就是看外觀是不是 對 您可以看到它不一樣 這整個都是結香了 整個都是結香 所以它結香是指整支 不是特定的部位這樣 它結香一般野生來講 我們這邊這個就是野生成香 這個是也是算千年的成香 那您可以看到它的顏色不同 對不對 那就代表它受傷的程度不同 結的有都不一樣 會有落差 所以您可以看到顏色深淺 就是它的自然結香的一個成果 所以結香第一個判斷就是 整個樹木會變深就對了 對 它顏色會變深 如果有深的話 它怎麼講 油越多當然價值性會越高 油越多價值性越高 像我們可以看到 這應該是刀傷 被刀劈傷 之後就結香這樣子 之後就結香 那您可以看到顏色的深淺 就是它受傷之後的程度不同 所以結的有不同 那怎麼講 它會有一個概念就是說 它只要修復完成之後 它就會退香了 退香它就不會再結香 也就是說它的可以運用的部分 可能有多有少這樣子 那像我們剛剛看到 18個月那個部分 它是定值定量的 這邊 它這全部都是定值定量 也就是說 我們可以利用的東西 會更加完整這樣 是是是 所以這個是人工的好處就對了 是我們可以運用在生活上 那野生就要碰運氣了 對 而且採收 東南亞很多 不過現在採收也是 收的越來越少這樣 對 那我們也可以看到很多的木雕 這個也蠻漂亮 這是米勒佛 老董市長留下來了 他早期就是一個雕刻師傅 這樣 那我們可以看到這邊 像目前上面的四座 這個就是魏晶雕刻的天雕 天雕雅劍 這個都是自然生成的 沒有雕刻過的一個成果這樣 城鄉一般來講 我們提到都會跟宗教有關 都會跟宗教有關 那其實世界很多宗教都有使用城鄉 對 那像我們剛剛有提到 在外面有個自香鎖 有個自香鎖 那其實像一般如果你採收野生的城鄉 要自香會越來越少 會越來越少 那我們其實種了非常多的城鄉 所以我們大概有二十幾萬顆的城鄉 我們可以採收一顆 但是再種一顆回去 會有一個永續經營的概念 所以就是燒香並不是就是 破壞森林的一種概念就對了 對 而且我們會用很天然健康的東西 運用在我們的生活上 對 不是只有城鄉 我們其實也有研究出牛章枝 還有一些對身體很好的一些成分 包含像我們的有一個牛章枝跟養勝定 在我們的健康食品上都是很不錯的 對 我們這邊都有簡單的介紹這樣子 包含日本的廠商也是第一藥品 它是一間日本藥廠 我們是它的原料供應商這樣子 喔是是是 對對對 我們的品質要有一定的程度 它才會接受 用你們的原料就對了 對是 像這個也是野生橙箱 那這面 這邊都是有一些檢驗的真書 也有一些我們的一些專利牆這樣子 這些都是小部分 因為我們的各單品項都會有檢驗合格書 但是沒有辦法放到那麼多 全部擺出來 那這邊有個成林當初取名的介紹 幫我們介紹一下 成林喔 成就是一個 成靜的意思 成靜清潔的意思 林就是乾淋雨水這樣子 這個成香它就需要乾淨的雨水 對 那我們就是最原始的一個乾淨的一個狀況這樣子 對 就取成林就對了 是是是是 而且成林的縮寫呢 那就像我們燃燒的煙 我們點煙會有一個 會有一個 撩繞的感覺 對撩繞的一個感覺 對對對 我們成林的撿寫這樣 那這邊也是這個 介紹成林的歷史牆 對 它介紹成林的文化 我們的 老董市長齁 陳柯英先生 對對 陳柯英先生 他1972年就開始做雕刻這樣子 對 慢慢的我們就是就 富裕成香 研究成香 將成香運用在我們的生活上這樣 那2017年的時候就開幕 我們的1月29號開幕到現在 對 兩年多的時間 對 像這邊 都有一些可以體驗的地方 因為 成香不只是只有做拜拜的香 他也可以做生活用品這樣 都可以做體驗 對啊 所以這也是你們後來這幾年一直在開發的東西 對 我們一直研究好的東西 因為其實 吃喝用都可以用到成香 嗯 吃喝用的可以用到成香 所以不是傳統的觀念就是拿來做香而已 對 一般都想到拜拜 但是其實不然 嗯 其實不然 因為成香其實它分子也很小 清潔也不錯 對對 也不錯 那是不是也來幫我們介紹成香的一些好處 對人體的一些好處 成香其實 呃 它從 自古以來它其實是很好的藥營 那我們整理也是有運用在食品上 也有運用在食品上這樣 那像 呃 這邊就是有我們 生活一定用得到的東西 這邊是香皂 香皂 因為我們每天都會洗澡 對 每天都會洗澡 那我們香皂也都是用很健康的一些元素 像我們可以看到的顏色 都是中藥粉的調色 喔 所以你們香皂就是還有很多 呃 其他的成分不是只有成香就對了 呃 是 像我們有成香的成分有 一二三 這三顆 三種有成香的成分 所以它對人體都有這個特別的功效 你們才會把它開發進去這樣 我們會將 呃 各不同的膚質適合使用下去做一個調整 喔喔 是是是是 對 所以所謂的油性乾性都有適合用的一個肥皂這樣 對 像這個是比較保濕 這裡比較保濕 它裡面有酪梨油 那這個是比較抗油 油性痘痘肌 那這個是乾燥敏感膚質 容易過敏乾癢的話還不錯 那這兩個來講是 這個有珍珠粉愛漂亮的 這個有蠶絲蛋白一樣愛漂亮的 喔所以你們服務人員都要透過這個專業的訓練才有辦法跟客人解說這麼詳細對不對 是我們必須要有一定的一個課程 把對的知識給客人了解這樣子 對 像我們這個洗臉洗澡都OK這樣 好 那有些人喜歡用這個沐浴乳的方式對不對 他不習慣用肥皂 沐浴乳也有沐浴洗髮精 我們這都是無細菱無皂鹼的 對沒有石化成分 那對我們人體來講是沒有負擔的 95%都會被水分解掉 非常非常健康 非常非常健康 是 像這邊也有拜拜的香 前面這邊也有拜拜的香 這就是我們一般會想像到的宗教使用的東西 喔所以傳統的香你們也有做就對了 有 我們的香都是全天然無化學的 全天然無化學 像這邊我們的香就可以摸看看 您可以摸看看 你摸白色的部分 不要碰到 不要碰到那個 不要碰到紅色的火 它其實不會燙手 你摸摸看不用擔心 它不會燙手 對對對 一般會燙手的就是裡面有加碳酸鈣粉有石粉 那對身體其實不太好 那像我們香角紅色這一段 這是食品色素 目前市面上只有我們做這樣 是健康 小朋友如果手沾得紅紅 碰到嘴巴也沒關係 所以一般人家都是用化學染色就對了 對化學色料因為便宜又快 但是我們講究的都是健康 講究的都是健康 包括我們燃燒的煙也有經過檢測 有經過SQ 燒槍大家都有那種刻板印象都會覺得這個增加PN2.5 是 那你們這個開發有這樣的一個問題嗎 我們的燃的部分有經過SGS檢測過 它的檢驗值我們都在它的合格範圍內 非常非常的遠 離它合格範圍非常非常的遠 對我們的數據 假設它是0.3 我們是0.029 大概接近十分之一的一個數據這樣 更小到十分之一 對我們小非常的多 所以這是很健康環保的東西 對如果有拜拜的話其實健康很實在 比較重要 因為煙其實是人在聞 不是神明在聞這樣 喔所以成香它透過燃燒的話 它這個味道對人體也是有幫助就對 呃成香其實是可以讓我們平行進氣的一個東西 像我們老董事長他是雕刻師傅 找其他雕刻前都會點一柱香去聞 嗯 讓它平行進氣去創作這樣子 哇原來成香這個做香有這麼多 你們這個特別的一個這個工法 是 我們的香的成分也很單純 只有成香粉 南素黏粉跟純水 南素黏粉這個就是我們的 天然的南素素皮打粉 這是天然黏著劑 那外面來講都會化學的黏膠下去結合 這其實就是健不健康的問題 喔所以上面那排就是你們的做法 下面呢就是一般這個市面上的一個做法 對對對對對對對 所以它我們的天然健康之外 它沒有保存期限 沒有保存期限 喔如果化學就有 化學的它可能會有加香精 香精灰發紋就不會再有味道了 那其實成香它呃怎麼想 可以能做的東西很多啊 包含像我們的保養品裡面都有 喔保養品牌跟發成香啊 是 像我們有研究一些面膜啦 卸妝罩啦 一些愛漂亮女孩子可以使用的東西 這個非常非常保濕喔 這個它叫水凝霜 它非常非常保濕 所以你們自己講是應該也要試用對不對 對 你也要不要用看看 可以體驗一下 它的鎖水性比玻尿酸強5到10倍以上 喔真的喔 對它叫RTGA植物性 這邊有一些我們剛剛提到的保健食品的部分 有一些酵素啊一些生活上的一些用品都有 好 像我們的精油 我們這邊也有精油 橙槍的精油 我們剛剛有看到的香皂洗髮精 木乳的味道都是來自這邊 所以這精油是拿來這個 可以當香水使用這樣 當香水 喔喔喔了解 它都是植物萃取的 無香精酒精的 無化學香精酒精 那有洗粉 酵素洗衣粉 對 我們的洗衣粉它不只是洗衣服 它也可以洗濕下去洗菜洗車都OK 因為它是全天難睡它什麼都能洗就對了 對因為其實皮膚喔是人體最大的器官 對對對 如果用到一些化學的東西殘留在皮膚上其實是很不好的 尤其家裡如果有新生的來講 負擔會比較大 對負擔會比較大 對負擔會比較大 那我們這個就都不會這樣 而且它是比較 濃縮比較省的 像這邊也有我們的保健食品的部分 剛剛提到的像 我們剛剛提到的日本的第一藥品喔 這是它在日本的包裝 其實野生牛傷非常的貴 那我們自己有我們的一個怎麼講 一個技術 然後去培養好的菌種這樣子 對 像我們這裡有通過衛服部的90天安全測試這樣 對 才能上架 代表無雜菌 還有一些手串的部分 手串的部分 這就是野生的成香了 對 因為我們這樣就可以保存久一點這樣 它的味道比較好是嗎 味道都不一樣 各產區都不一樣 那有 有用香的朋友有一些 臥香還有小環香都有 是 好今天謝謝我們的這個講師張永遠 幫我們介紹這個 呃 陳林成香館 謝謝